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那个时候只是差不多 所以如果以它的回报来说的话 来算它的价值 它的回报今天来讲的话 其实还很合理 因为有些房地产还是低于建造成本 所以不像是我们想象的这么严重 还是有一定发展空间 谈到商业地产方面 您觉得因为我们很多投资者 可能在做投资之前都会做好自己的功课 那么关于商业地产方面 能不能请你大概帮我们介绍一下 有关风险和回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风险和回报是这样子看 我们如果做商业房地产来讲的话 当然第一先看它的cost 它的成本是多少 当我们看到它成本的时候 要看它的回报 它回报的话 好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去到8% 也可以去得到 但是不好的时候 还是要看你的回报 这个return 每个return都是以它的rental income 就是它的租金 它的租金来算它的价值 所以例如讲 好像一个房地产如果是以 就讲好算吧 一万块一个月 是你的net income 明年就差不多有12万 如果你5%的回报的话 你基本上你的价值 大概240万左右 OK 都是以这个租金来讲算 是 那不像房子 房子是有点住宅的话 就是你喜欢或者 有点 看市场的跌幅 对 不光是市场跌幅 还有你自己的喜好 OK 那和这个回报的话 是两回事 如果你要买一个 single family去出租 等它回报的话 那我相信 回报是远远不会超过 商业房地产的 这样子 那如果商业房地产来讲的话 我们如果是讲office 那office的话 我们的租金都是以 这个full service growth 就是讲全包 包水 包店 包这个保险 包括清洁都包括 但是如果你是做这个 retail的话 那会简单很多 那大部分是 triple net 就是净的收入 就是讲 如果你出去租房子 你需要租 例如一千起的房子 如果说owner 跟你说它是三块钱 说triple net的话呢 就是讲 其实你的租金不是三块钱 因为你三块钱 你可能还有cam charges 就是讲你的公共部分 还有你的电水 全部没有保的 这样子 是 其实谈到这个商业地产 我知道说这个当初 还有分得很细 包括像刚才您提到的 这个像办公的写字楼 然后还有这个 像retail的一些商场 然后还有包括 我知道说在您目前 这个管理的这个项目当中 有像这个hotel方面 酒店这样的项目 在管理不同的这个项目的时候 可能这个方式都不太一样 是不是 完全不一样 好像酒店的话 有点像坐声音一样 因为它每天的价格会不同 也是按照这个市场 附近有没有任何的event 所以它应该讲 酒店海鲜价 今天可能会很高 明天可能会很低 那要看你的locations OK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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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这样说 那如果是office building 如果是商场 不是商场 那个办公楼的话 办公楼的话 就会比较稳定了 就是说一谈就最少是三年的租约 到五年的租约 有时候更长十年的租约 那你租掉以后 基本上你就是等收租了 不太用担心 对 不太担心 你唯一的东西就是 你要去做这个管理 这个管理的话 你就需要 怎么把这个成本降低了 对 是 是 那像刚才您提到 我们只要说在这个选择 自己想要投资这个商业地产的过程当中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因素 需要考量的 包括像刚才您提到这个地段 然后还有像这个人流的情况 以及交通的情况 在这一方面 如果想要投资这个商业地产的投资人 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建议 当然如果投资商业房地产的话 很多时候如果你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卖家 讲卖的时候 他的回报 他也是哪方面的回报 有些是Performer Performer的回报代表什么 并不是真正的回报 只是讲他预计的回报 那有些回报是Net Income Net profit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算得出他真正的价值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在外面可以看得到 你有7%的回报 8%的回报 可能他不一定有这么高的回报 原因就是他有 很多不同的算法 很多不同的算法 那如果未来 谁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未来可以租得掉多少 但是当然预计可以预计得到 所以如果你是 如果是以买房子来 买这个商业房地产来讲的话 都是应该不要意义 以Performer来算 是应该是 以NOI 叫做Net operating income 就是讲 我的真正的 现在的回报是多少 那你就可以算得出你的价值了 也就是经常人家讲的 这个净利润是不是 对 净利润 对 是 非常感谢许先生 跟我们分享 这种多好的信息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今天的广告 广告过后 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 贴电话题 不要离开 感谢回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 城堡利集团的总裁 许坚先生 许坚先生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其实刚才我们在休息之前 您大概是帮我们介绍了 在选择这个商业地产的 这个项目的时候 很多这个需要考量的因素 包括这个交通便利性 以及这个人流的情况 那我们这个作为投资人 在看一个项目的时候 还有哪一些这个因素 是值得考量的呢 很多时候 除了自己今天的回报以外 你要看未来的 所谓的英文叫roll over 就叫未来两年左右的 两到三年左右的 这个什么时候的租金会到期 因为一到期了以后 你的这个就会有 不同的费用产生 第一个费用当然是commission 就是所谓的佣金 因为很多的这个房地产的 这个租客都是有 这个 是些经纪人来带领 对 经纪人带他进来的 所以佣金是很重要 另外呢 有没有任何的这个 TI allowance还需要出去 就叫里面的装修 里面有什么改动 所以有时候 房地产来讲的话呢 就是商业房地产 就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这个 如果他今天讲 你有6%的回报 但是如果明年 它都全部到期的话 那你这个 也没有太大用处 那变成你就要把 未来的commission 和这个出租的 这个所有的费用 都要 自己包下了 包下来 但是如果你要买的话 你一定要把这个减下去 那你才可以把它的价值 算得出你的 你将来的回报 所以这个里面 还是很多的巧妙了 是 是 像刚才您提到的 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投资项目的时候 就是像刚才您说的 这个租客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是不是 有一些这个注意的事项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看数据方面的时候 觉得说 这个租客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但实际上这个里面 还是有一些需要 这个小心的地方 是不是 对 当然了 如果是甲级的租客 如果是credit tenant 就是所谓的好信用的客人 就是很多是上市公司 或者是大公司 保险公司 这些是很好的客人 这种租是大家都梦寐以求 但是也有很多是小的租客 那小的租客 这就稳定性就不会很好了 就是有时候 他们如果生意做得好 会生意做得不好 那都是以他的生意 没有办法来预测 对 就算他跟你签了十年 他不一定可能真的租掉十年 那这怎么办呢 那很多时候你就需要 他的personal guarantee 所以很多时候会看得到 如果是landlord 就是讲我们这个业主 要租客去签 这个personal guarantee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认为 他的这个公司的 这个稳定性不够强 但是如果是这个公司 稳定性很强的话 就很简单了 那很多时候就不需要 有personal guarantee 这些问题 比如说像这种大的公司 比较规模大的 这样的一个厂家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当看一个项目的时候 这个租客里面的quality 非常重要了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一个坏tenant 或者是经常会 搞事情的 搞事情的 也是很头痛的 是 是 您提到这个租客方面 我突然间想到说 可能有一些情况 当然这种情况 可能比较少数的存在了 但是有一些业主 可能为了推高自己的 这个房地产的价格 可能会叫一些 所谓的这个租客进来 然后好像这个租金非常高 以这种手段来推高 这样的一个房地产的 这样的一个价格 是不是这种情况也自己存在 绝对有 绝对有 那很多很多 这个业主呢 很多时候 会把这个租金推高 推高把这个 差的这个tenant 拉进来 拉进来有业 它都也是不稳定性 所以如果一般人来看的话 它就很多 看不太出来 只是看这个数字的话 那它是值这个钱 觉得还不错 觉得还不错 但是过了两年 原来买了下来以后 这个客人已经走掉了 那这个就是很大的损失 那倒是如果要打官司 要做任何事情的话 如果是一般的小公司的话 有时候你打官司都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公司的资产 就是这么多了 除非它有personal guarantee personal guarantee 就是私人担保 但是问题是私人担保的话 也有很多的破绽 那有破产的 也有不同的情况 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所以很多事情是预料不到的 但是如果租客的quality很好 例如讲银行 那这个一定是 比较稳定了 所以你的cap rate 它的这个交价 一定会贵一点点 它的交价可能只给你4%的回报 或者5%的回报 但是有时候跟你说 有10%的回报的这个项目的话 那你就要很小心地看了 如果当你看到 有个10%回报的这个项目 为什么卖不掉呢 对不对 不会天上掉馅饼下来的 不会 而且现在整个market来讲的话 现在不光是我们私人 来做房地产的这个买家了 其实很多的基金或者是保险公司 他们也在买这些好质量的这个房地产 所以总的来讲的话 市场上的钱还是蛮多的 OK 所以我看这个稳定性还是有了 是是 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您提到有关这个像这个 TripleNet的三进租账的一个模式 也是我们很多这个华人朋友 可能在购买这个 Shopping Center的时候 比较这个热门的这样一个租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一些这个大家需要注意 或者是需要这个小心的地方 TripleNet来讲的话 会比较方便 比较对应该这样讲 对业主来讲会比较方便 比较保护 比较保护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这个就算冷气坏了 那大家其实也要分amortization 就是讲平摊 平摊多少年 然后再分给不同的租客 那这些都是租客在给 OK 而且这个当然如果是好的租客 这个业主还是需要给这个叫Tri Allowance 还是会有要给点奖励给他 让他进来 或者给他免租期让他进来 那这个都是还是会有了 OK 但是如果你讲房地产来讲 商业房地产 如果是以办公楼 或者是这个Retail的话 Retail会容易管很多 比较容易一些 但是现在Retail的Market不是很好 因为Retail的Market 其实会更危险 现在来讲更危险的原因 因为 网上购物太多了 对 因为网上购物很多 很多你看现在如果很多大的公司 都面临着百货公司 都面临很多问题 减产倒闭 对 这些就是因为时代不同 那我们的科技不同了 所以就把很多的旧的一方面的东西 就慢慢淘汰了 其实我们知道说在投资一个好的商业项目的过程当中 其实可能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这个投资完之后 这个管理的这个团队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方面我知道说您在这个管理方面是颇具经验的 这一方面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当然还是管理团队很重要的 有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可以自己管 但是一个管理公司它有它自己的资源 它的资源可能很多时候是我们是没有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管理团队还是需要请 外包都要了 好像我们现在做的酒店 酒店现在我们开始的话 当时还没有完全盖满以前 我们就因为我们有分两期 第一期是自己管了 那还是也有请管理公司 但现在我们又在请另外一个管理公司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外面的这个professional system 还是比较比我 因为他们就是管酒店 是 当一个这个酒店稳定下来之后 可能这个最好的方式 还是请这个专业的一个团队进来操作 对 对 对 是 是 那对于我们很多这个想要这个进场的一些 这个投资来讲 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以后我们这个观众朋友 我们再分享一些这个大家需要值得注意的 一些小的这个窍门给大家呢 未来两年的房地产呢 现在其实我觉得是也有悲观的 也有说是比较担心的 很多人是比较担心的 但我的看法是要看每个地方 每个地方有不同 好像Silicon Valley那边的话就不需要太担心 但是如果是在这里的话是需要担心一点 为什么现在这个整个market已经不同了 好像现在好像 其实我们之前很多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提到 是中国的资金来到 现在中国资金已经开始没有来了 有一些限制了 对 有限制了 或者是有些是回去的 也是有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就形成一个窟窿 这个窟窿要怎么堵啊 所以这个是当然是有悲观的地方 但是如果以商业房地产来讲的话呢 可能会比起住宅房地产会稳定的多的原因 因为它都是已经有合约 都是已经有回报 很多如果是住宅的话 就很多是没回报的 是空的 那空的时候那你就要砍价了 要看如果你要急着卖掉就要砍价了 变成就是有些很多的地方 如果是依靠如果中国资金的地方的话呢 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但如果是商业房地产来讲的话呢 可能会好一点点 是 是 今天非常感谢许先生 跟我们分享这种好的资讯 那同事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